我生病的时候 四点多让我原来去熬点稀饭去 因为熬完稀饭拿到店里边 过了一会儿我打个电话 我说稀饭熬好了吗 我说熬好了 我都赶快拿过来 孩子没回来呢 等着孩子回来 一等几个小时 店里边关门了 什么都弄好了 送过来了 十点四十了 就你是排的最后的那一个人 对 到现在我外上一饿 同时发动了 我在他行不着 又没有我的无所谓的 他只有金钱就行 不是这样的 他在医院就是做了个外吸入 然后他就打发 让我们和丫头两个回去 给他冻点稀饭 然后来了之后 我就赶快冻好了之后 就搭了个出租车的时间 没有像他说的这么时间长 他的意思是从四点多 到晚上十一点多 没有拿来这样的 一个稀饭能搞多少 他为什么 会觉得你好像不太在意他 也不太把他放在什么重要的位置 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想 反正我是静念而为 因为你看我一个旅人家 所有我们的家务活都是我干 三顿饭也是我做 我还要手电了 当晚上下班的时候 他第一个进去 就躺在沙发上 电视打开一看 我还要那个啥 做饭 做完之后洗碗 收拾完之后 三个孩子的作业 有时候老是让让欠字 有时候要拜课 我要盯孩子 我是家里起床最早的一个 睡觉睡得最晚的一个 反正以前有些事 就是我们两个特别缺沟通嘛 以前是其实说实话 就是为了挣钱 在努力 对他照顾不太周到 我为了自家的幸福 我为了就是把这个日子过好 我一直在也在齐生改变 只要他齐出来 我不对的事情 我接受 我乔整 我坚定要这一会儿 我不接受 这28年我们付出那么多 搭配都是外了家庭 外了这个家 尤其我们在新疆的时候 那时候大冬天 在路前我们做生意 大冬天的时候 冷得站在那儿 轰声发抖 就穿的棉袄 就没有一次温暖 为什么我 我尽力做着 我做的事情 为什么他对我不关心呢 那么苦的日子都能过来 为什么现在好日子的 就过不下去呢 我现在人活一口气 活少一只香 我完了就整整个气 调节至此 安先生态度坚定 这婚是非离不可 让一旁的妻子魏女士 感到既委屈又不甘 他不能明白 丈夫所说的这些矛盾 在他心中 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 怎么就能让丈夫 舍得放下28年的夫妻感情 如此绝情的 要和自己离婚呢 见此情形 调节员胡建云 替魏女士 解答了他心中的疑惑 想问一下魏女士 你是害怕婚姻解体 这个事实还是 真的是对安先生 有很深的感情吗 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现在最多的 肯定就是亲情嘛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们俩都谈不到爱情 也谈不到舒服 如果我来帮你们 概括一下的话 不一定准确的来讲 我认为 魏女士 你是什么呢 隐藏的传统的掀起良母 你在打拼 然后在经营这个家 来保护这个小家庭的利益 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但是你的问题叫 抓人不抓心 安先生这一边 我认为是隐藏到大男子主义 你这边在我看来叫 让权不让人 你会认为 要是你对我父母 不是这样的话 我也就没什么要求 家务我也是 做了一点的 但是你要注意 当你们发生矛盾的时候 当你这位妻子 在你面前 有一些情绪的时候 你看上去在让她 但是你让她 她根本就没舒服过 你会认为 你在不断地让 但是这里面就包含着 审视 你在让她的时候 你心里在审视她 你会不太注意她的付出 然后抓到那些 其他部分 她确实没做好的地方 然后你当你自己 被她弄得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出全部的否定 你也没有做积极的补救 你们的婚姻 我认为是比较典型的一种 不温暖的 早就失败的婚姻 当然我也要说 早就失败 不等于一定要让她失败 发现为什么失败 学会去经营婚姻 也许可以调整 为了帮助双方当事人 学会更好的经营 他们的婚姻 胡建云为他们 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他首先给安先生 展示了许多福 看起来有些抽象的图画 让安先生来猜测 画上的究竟是什么内容 大拇指 那这个是小拇指的 小拇指 这是什么 鸭子的鸭子 安先生给出的答案 是否就是正确答案呢 胡建云并没有急于 给出问题的答案 最后工作人员 将胡老师手中的图画 放在了舞台中央 将魏女士 同样邀请到了舞台的中央 给她布置一个任务 把六张纸拼成一个字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魏女士最终向六福 一开始看起来 并没有什么关联的画面 拼成了一个拟字 你让开一点点 让安先生看一下 这是什么字 拟字 在安先生也看清了 地上的这个拟字之后 胡建云又向魏女士 发出了一个指令 把这六张纸整体翻过来 原来 在这个你字的背后 吴建云还写下了六个字 你看到什么字 舒服留住红衣 好 胡老师设计的这个游戏 究竟有何深意 背后写下这六个字 又是想告诉双方当事人 什么呢 我就给你们一个印象 安先生 刚才请你辨认是什么字 那其实 只有整体地看一个事情 整体地看一个人 整体地看生活 你才能够辨认出来 你身边这个你 究竟是何人呢 你们俩在看懂 对方的过程当中 缺乏的是一个整体的认识 看人不能看局部 那为什么后面会有这六个字呢 如果你要留住这个你 把这个字给拼对 你就后面的字是不能错的 那这个是提醒到魏女士 你为什么留不住那个你呢 因为你们的婚姻不舒服 你在处理家里面的很多事情的时候 忘记了一个比较大的原则 就是婚姻的核心是你们俩的关系 这个关系要保护好 必须是双方在这个婚姻里面 要舒服 平天道经牌调节 其实是一个机会 是用我们一点点力量 来帮助你们 把握到自己眼中的你 也就是对方 他真的是那么坏吗 他真的是有意吗 今天你们讲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解释 都是在完善那个你 不管是回顾以往 还是要布置未来 舒服两个字 应该怎么样去重新理解 然后怎样去真正实现 所以我说 你们的婚姻确实是两书 拿到目前来讲 你们的婚姻价值非常低 但是要面向未来 那这个婚姻的文章 还是有方向可以写的 这是两位能不能静下心的 法律可能可以给你婚姻的形式 但给不了你婚姻的幸福感 怎么才能够帮助我的婚姻 找回幸福感 这可能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目前 你可能要关注几个点 就是你对你的丈夫 这些年下来 你到现在为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一个总结 就是你真的足够了解你的丈夫 如果有的话 婚姻不会走的这一步 你的丈夫其实她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 我非常认同 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往往这种人 有一些是属于叫红线 是不能去触碰的 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她的红线在哪里 是对她父母的一个关键点上的你的一个表现 那就是她的红线 尤其是在她父亲病危到过世这个过程 我个人觉得如果今天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 你觉得你还会把当初那么要离开的理由当成是理由吗 其实就不会了 因为客观的说 就算那个时候要照顾孩子 就算那个时候要照顾店里 但是比起我丈夫 这是他最核心的一个痛点来说 这是一个可能我不做好 会导致他一辈子都很难原谅我的一个事情来说 我就是把店关上几天又怎么了 就是让孩子找个其他的亲戚去照顾孩子几天又怎么了 你当时是没有意识到 这个是你丈夫的红线 这个时候一旦没有做好 你平时的好就是白费了